大家好,我是冰飞 作为视频师 外出常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手机没电的问题 更大的挑战是给笔记本、相机、无人机等多种设备同时充电 以前机场在设计上剪辑了一会儿笔记本电量就够急 或者拍摄电场长时间供电 相机、无人机、电池、没电 这时候能用的只能是一个多接口、大功率、体积便携的充电宝 而我在找寻了很久之后是选择了安克能量仓 它是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充电 我用下来是觉得比较适合设备多且出差比较多的人群 就比如摄影师 我也找了其他两个品牌的双丁宝来一起瞧瞧为啥选择 它有啥特别的点 今天一起测评的产品分别有 安克能量仓165W 普代科Ultra210W 贝斯吉克充145W 我们先从便携性开始聊起 一般人都以为重量和容量成正比 我们现在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们直接看表格对比 其中安克电池容量25000mAh 库大科电池容量20,000mAh 安克能量商重量接近一瓶可乐 同时容纳了25000mAh的大容量 真正实现小巧与持久电力兼得 相比之下 库大科容量更小 而贝斯虽然轻便 但容量也更低 性价比倒不如安克 外观上它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柱体 而且都带有屏幕 可以方便的看到电量的情况 不过这个屏幕显示的内容和显示的效果 它是有差别的 库大科的数据最多 且可设置的内容也多 其实是安克 安克这块屏幕也是有点说法的 它这块屏幕是720尼特高亮速显屏 即使在户外也能够看清屏幕内的信息 同时显示的内容会更简洁且动画更丰富 而贝斯的屏幕就比较差了 显示的效果也很一般 输出的功率它只有一个总的 无法输出单口的一个功率 库大科的屏幕会更适合喜欢看详细充放电数据 并自定义显示的科技控 安克的屏幕以720尼特高亮度清显示 丰富动画和实时数据健康监控组成 更适合商务出行用户快速获取状态 而贝斯的屏幕只能显示总功率和剩余电量 功能局限 使用体验更像是古董机 而另一个设计的大点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安克和贝斯它是自带线材的 我想共享充电宝很多人留下的原因 一个是忘记还了 而另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它自带多根线材 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小的趋势 充电宝从单一的带充电头到自带一根线 而安克更是直接上了自带双线 也是目前市面上的唯一一款 这也是非常吸引我且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口的一个配置 安克有四个接口 3CEA且自带了两根C线 一根是可伸缩的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 且在C口附近做了磁吸 后端还有卡尾端口 且卡得很颜色和粪 没事玩这个线材还可以触发晕乎乎的动画 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另一个挂绳的设计我也觉得很绝 它的线材是编织长度是30厘米 抗这个稳固的程度是非常安心的 挂它自己肯定是出了有余 这个是真的用了很多充电宝才可以干出来的事情 是真的很实用 而贝斯也是同样3CEA 其中有一个是可拉伸的C线 长度是60厘米 这个卡尾端口也有磁吸 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收纳 对比安克线材的宽度会更短一点 然后细节上差一点 库台科它在接口上面少了一个2CEA 就是我们正常充电宝的样子 需要我们自带线材 充电宝除了外观上面的设计创新 最核心的点还是充电技术 知识的协议与AI智能分配 我们得来实测看一下它们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们自身的取电速度 也就是把一个没有电的充电宝 充满需要多久 直接来看我们的实测 使用140瓦的充电头供电 我们可以在这看到它们的实质功率 在充电宝上方看到时间 这是我们的实际设置画面 我们整理了对应的表格 大家可以直接来看结果 安克的能量舱128分钟充满25000mAh 库台科和贝斯极克充分别是45分钟 和122分钟充满20000mAh 但如果你是因为日常忘记给充电宝充电 而买一个自充速度更快的充电宝 那我还是建议你考虑电容量 更大的安克能量舱 毕竟忘记充电 早就出门的话 也等不了45分钟 而接下来我们来说 它们这几款充电宝的充电协议测试 因为都是多口的充电宝 有的协议一致 而有的是每个口都不一样 这个测试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我们直接来看这些接口的实际测试结果 这是安克的 这个是库太科的 然后这是贝斯的 我们也直接整理好了表格 大家可以一起参考一下 所以从协议来看 如果你是纯小米用户 建议考虑库太科 如果你手边的设备比较多 且习惯用充电宝充电脑相机的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考虑 协议支持比较全的安克和贝斯 表面数据是一方面 实际测试下来是怎么样的 更为重要 我们下面就是实际的使用环节 在对比下我们发现 安克和库太科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安克在连接电脑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跑到接近160瓦的输出 且在多设备的场景下 可以根据设备的不同分配不同的功率 像耳机运动相机啥的 就分配的比较低的功率 而电脑就一直保持比较高的功率 这就是安克AI智能技术 AI妙连系统 智能分配不同充电设备的功率 且自动检测产品的功率 不上电池 这点就很不错 而库太科走的就是 大功率和米系的协议 单口功率最强 装住PD3.1的大功率输出 不兼容其他的私有协议 且在多设备切换上 没有安克来的智能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贝斯的表现 在单独连接电脑的时候 贝斯可以跑到90W以上的功率 但一旦你连接了一个其他的设备 总功率就低得出奇 且分配的也很奇怪 明明就应该给电脑更大的功率 但死活就上不去 个人是真不推荐这个 通过一系列实测 我发现安克能量藏165W 最符合我对性能和便携兼顾的需求 它的AI妙连系统 可以在给笔记本 手机 平板等多设备 同时充电时 智能分配功率 保持出口稳定输出90W以上而不掉速 尤其是自带的伸缩线和挂绳设计 让使用场景更加灵活 不用再纠结带不带线的问题 比如外出旅行或者出差 做高铁的时候 就可以把挂绳线直接挂在前面的座位上 不仅于此 像我们拍自媒体的 经常会用到运动相机 选取相机之类的长时间拍摄 以前就肯定有一个供电的问题 这个充电宝怎么挂 我的解决方案是直接用胶带 而现在有了更加优雅的挂线 同时它这块屏幕不仅能够实实显示各口的功率 还能够查看电池的温度和健康状态 信息直观又丰富 库代科Ultro最大亮点在于 单口PD3.1 140W分值和双口165W自冲 适合追求极致回血重度用户 同时支持小米的私有协议 但它的线材需要自行准备 智能分配也不如安克流畅 贝斯极客充145W虽然更加轻巧 也配有一根伸缩Type-C线 但在多设备同时使用的时候 总功率波动较大 且屏幕只能够显示总功率 无法查看单口的输出 体验比不上前两者稳定和直观 因此我并不推荐 现在不管要看功率协议等性能 最关键的一定是要确认 充电宝有明确的3C标识和瓦时容量标注 三款中 库代科 贝斯 安克 都已经在销售页面明确标注可上飞机 属于合规新品 且安克是有明显标注是新国标3C 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这样才能够在性能稳定的技术上保证出行安全和合规 希望本期充电宝分享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些 大功率网红产品的真实表现 助你选到最合适自己的人生伴侣 既要性能强劲 协议全面 也要安全和合规 鞋带便携 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你买过他们的用户 也可以来评论区真实评价 也记得多多支持 如果有什么想我测试产品也欢迎留言 我是云飞 那么记得点赞收藏 那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